依能靜的老公秦浩 上節目Callout當眾告白 說想你了 沒想到依能靜 居然是沉默了好幾秒 驚爆說 你是不是外面有私生子 讓現場一陣爆笑 李李仁得獎 視訊老婆爆喜訊 沒想到陶金瑩第一句 竟然是飆出髒話 事後緊急鵬王解釋 公布真相 大陸演員秦浩 上節目Callout 給太太依能靜說想你了 主要主要就是想你了 你讓我去不答了 你喝酒了吧 太可怕了 你還啥壞事了 你是外面有答了你 什麼事 竟然你說的這句話 讓我不含耳力太恐怖了 我明天抱個兒子給我吧 甜蜜情話 怎麼聽起來變鬼話 依能靜驚爆老公 是不是有私生子 反映太真實 全場小班 你們在錄節目啊 對 天啊 你們說我說錯話了 在錄節目 在錄節目 那好了 在錄節目 好 嚇死我了 原來是錄節目 讓依能靜鬆了一口氣 語出驚人的夫妻互動 還有這一對 李李仁得獎 視訊給老婆淘金瑩爆喜訊 記者要我打視訊過來 我們在錄 記者要我打視訊給你 他問我說現在 我不要上電給鄰居六狗 他問我說 他問我說現在最想幹嘛 我說 我問六狗 我說我最想打電話給你 他們都在這邊 我都在這邊 好 沒事 螢幕秀出來 陶金瑩大素顏 情急標出欲助詞 好啦 好啦 不講 來 不講 拜拜 老公得獎 老婆標髒話 陶金瑩PO文解釋 原來當時正在遛狗 撿狗黃金 一不小心露出真性情 讓粉絲看到 情號 依能靜 李李仁 陶金瑩 明星夫妻互動也是超級底氣 記者中央報導